我是陪你上大學來當我的學妹 我們就一起做我爸 也跟你媽說我們在一起一起 在這個屋簷下 我們都已經是 不能分開的一家人了 我們決定要結婚 大家真正的變成一家人 還是三立最新八點花具 一個屋簷下 私下認識多年的大鴨魚湧兔 卻要在戲中飾演水火不容的姐妹 就是把平常年輕的時候 對她的不滿拿出來用 對 就是把我的起床器對她死就對了 把一些私下認識在戲劇上面 把她會回去 報復回去 有走心過嗎 這一次 沒有到走心 但是看她被呼巴掌心裡滿熟 對耶 重點是我被呼巴掌還不是一次而已 因為很多機位要被打很多次 就問文山哥說 你會不會打太小力 但是其實就是力道都有這樣 我覺得還不錯 你會進去嗎 我不會啊 為什麼要心虛 OK 因為就是覺得 哇還難得可以翻高中生 就會覺得很過癮啊 我有看到妳就會這樣 欸欸欸欸我想出天啊 太也太噁心了吧 我一直在回想我高中的時候 是怎樣的個性 我就一直跟他們講說 你們要一直提醒我 不然我那個老太會一直跑出來 或是那種駝背的老太啊 就那種晃來晃去啊 這些一直背旁邊的提醒這樣 青春演出高中模樣 彈演真的超級心虛 而記者會也碰巧遇上大鴨37歲生日 永兔竟還幫忙想了這個生日禮物 假裝自己是一個禮物送給他好了 然後就要回家拆禮物 不是早就給他了嗎 換一個不同風味的 迷豆子 你老公不是喜歡動漫嗎 你把自己打扮成迷豆子 咬個竹筒給他嗎 這我生日耶 然後我還要 真的那麼搞剛弄這些東西 我老公還一直問我說 那個訂的餐廳時間可不可以 他是需要去取消 但因為我沒有特別跟劇組請假 所以才想說 今天晚上才會知道明天要不要拍 那如果明天要拍 那我們就取消就不吃飯了 但如果可以 時間可以那就去吃個飯了 37歲也沒什麼好要過的吧 除了有堅強卡司陣容 更由神神世世原版團隊製作 強強連鎖的合作就要請粉絲 鎖定11月8日起 在三立讀會台播出的 一個屋簷下啦 完全娛樂 劉山賴玉婷採訪報導 最不能錯過 完全娛樂 觀眾與藝人 最新來的娛樂品牌 讓你無時無刻 完全娛樂